吉安乡开办客庄文艺复兴运动推动计划 传统客家音乐人才培训活动 乡长游淑珍表示 借由音乐认识客家文化 有效达到跨族群彼此认识与学习特色音律文化 那么公所已经辅导学员成立吉安乡客家吹打乐团 未来也将会扶植永续推展代代相成 暑假才刚开始 吉安创客站传出的声管 唢呐还有锣鼓声响非常热闹 这是吉安相公所开办的客庄文艺复兴运动推动计划 传统客家音乐人才培训活动 客家文艺复兴推展运动 在吉安透过了暑期 我们从国小的孩子 一直到这个硕士班的学生 从这样的一个年龄层阶段 带来的是客家 从以前到位的一些唢呐还有很多的乐器 成就了他们的乐团 带来了精彩的一个学习跟演出 未来也要推展到所有的客庄活动 甚至是一个表演的铺陈 在这里再次谢谢客委会以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 为我们开启的一个中央县乡协力的力量 让我们在暑期未来也能够推展到日常的客语文化的传承 我们相信这是一个开端 更是未来来传承延续 成为一个客家到位复兴文化 找回过去八音以及传统子弟般的这种到位的乐器的一个表演 南华国小校长吴慧珍感谢乡公所重视 让不分年龄的大小学生们可以回到家乡 共学客家音律 很高兴我们的吉安乡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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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 规划了传统与创新的艺术饗宴 那么他这里的成员 参加的成员有国小 国中 高中 大学 甚至于研究所 然后聘请了我们很有名的苏黄任老师 他们带领了一些团队 来为我们的孩子规划一些 结合客家传统 以及融入创新 让孩子学习的国业之余 还能享受创新的喜悦 乡长游淑珍表示 从办理客庄文艺复兴活动 培养传统客家音乐人才 到年底的时候 还要安排让孩子们 可以在客家文化艺术节 登台演奏 要把客家艺文经典开支善业 传扬分享 介续会简箱报道